我们来接听一下河北张先生的电话 河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张先生请说 我说一下 这些人上美国里面打傻逼 为什么 前30年前中国什么样 现在都跑美国 以前的时候跑美国 美国现在都往回跑 我说中国还有个 10年8年以后美国都完蛋了 美国现在两党老都来都去 到他国家这个衰败了 中国越来越争取得上 第二个 今天还有个问题 我问一下 你们24号 你们那个台突然弄一下 西上突然那个警报响了 怎么一下子没了 我说到他说 感觉你们的台是不是 是不是跟他说 怎么回事 感觉是个贼台似的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江苏徐先生的电话 江苏徐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嘉宾好 你好请说 你好 我想就是说 中国的这些富豪们 在这个移民潮这个市场 确实是不少的富豪在移民 有的正在办理 我觉得我所知道的 为什么这些富豪 富人们要移民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我看来 中国的这些富人移民 最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 这个党妈妈 说了算 这么一个制度 有问题 是吧 因为它在过去的历次运动当中 这个反复无常 是搞得这个稳定 又谈到稳定的问题了 我现在就说 就是说什么 中国这个权贵资本主义 现在不是一个 这种权贵资本主义 贵资本主义 穷人仇恶的心理 我们是显然一见的 富人是能不怕吗 再看一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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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徐先生 由于这个不晓得是您的电话的 还是我们的电话缘故呢 您后来这个评论都变得比较中断 所以不好意思就请您发表您的评论到这里 那么罗小鹏先生 我们知道要承担 这个投资美国 这个移民的这种费用 据说呢 这个个人资产 大概要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 才能够比较好的这个负担 那么现在这个富豪可以移民 可是广大的这个中国老百姓呢 并没有这种移民的权利 他们不管是没有资金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方法可以移民 那么在这个社会上 会不会形成一个很不公平的现象呢 对不起 当然是不公平 当然这个 但是中国人也很那个 也很理解 刚才讲 就是我要是我我也会走 对吧 所以这个他不怪他了 主要不在他们 这个目前有些人就觉得 你们这样走是也在争论 中国的网上也在争论 有的人觉得你这是卖国的 对 而且有的知识论的评论 这对中国是一个净的损失 这个出去 钱也走了 人才也走了 其实我倒不这么看 我觉得从对中国的这个 未来的发展来讲 这是一个大好事 我就想强调 就是中国人移民 确实跟这个其他的国家移民不一样 中国人真是这个 身在朝银 身在汉 这个那个身在美国 他其实关心的还是中国这些事情 中国他有他的文化的这种 这个文化的身份 很难改掉 就是我到美国20年了 但是关心的还是中国的事情 这个不是个别现象 所以从这样来讲 我觉得有这么多人到海外来经历一番 这个他会增加中国文化的这个生命力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网友的留言 他是这么说 他说富豪们累积了大量的财产 为了财产的安全 不得不把财产转移到看起来更加安全的美国 富豪并不关心政治民主等问题 因为他们往往是中国的既得利益者 因此他们更加倾向于支持目前中国的体制 但是也正是由于中共体制和法治的不完善性 他们担心政局的突变 使得他们的财产化为乌有 刚才罗小鹏先生 您已经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评论 您觉得这个网友的评论是不是 这还是很中肯的 这个确实是要害之所在 但是他要加上其他的因素了 因为所有的因素都有利他 比如说我也跟您讲到计划生育 对不对 很多富人也想多生孩子 对吧 他希望自己的子孙也能够多生孩子 而且更关键的就是说 你出国并不等于就是不能回来了 实际上很多人拿到外国身份以后 他照样可以在中国生活 而且可以在中国作为一个特权者来生活 所以这些东西都大大 就是说我有美国的绿卡 甚至有美国的公民 并不影响我继续在中国生活 好 我们来接听一下内蒙包先生的电话 内蒙包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请说 新20年中国的守护很多 比如内蒙的杜江涛等等 目前这个问题存在 主要是存在一个贫富两极分化 目前有很多血汗工厂 我觉得中国的未来还是最重要的 不是说走两极分化 而是步入那种 有坚强的一个中产阶级出现 这样还中国才有 像那个自由民主方面 发展的坚强的基石 好 谢谢您包先生 您的评论等一下 我们就请罗晓鹏先生来发表他的看法 江苏胡先生您好 江苏胡先生请说 好 我觉得刚才嘉宾说那个 上了美国去的富豪就 其实好事 我不认为什么好事 其实那些富豪到了国外的话 并不关心国内 我认为 因为你看一下台湾的人 他现在其实根本不关心我们中国 对中国的民主也不去推动 那我们现在打的电话都是 都用的是我们这个平台 都是美国的 美国的平台 但台湾却没这个平台 台湾却中国的一个正统 他居然完全没有拿出任何的资源去 他推动中国的民主 所以我觉得富豪跟台湾 那是差不多 他不会关心中国什么民主 自由那些东西 好 谢谢您胡先生您的评论 而这位胡先生谈到了台湾的这个问题 当然台湾和这个中国大陆 早在49年之前就已经分治了 那么您是怎么看他这样子的说法 台湾人不关心大陆 当然台湾人关心台湾 在美国的台湾人还是很关心台湾的 这个因为在那里面有他的亲人 他有很多的他不可能 所以让台湾人来再关心大陆 在美国的台湾人关心大陆 这个就有点就是说 就不是很自然了 就是说他就太多了关心了 其实还是有人关心的 也少数的精英还是关心的 因为台湾不得不关心大陆 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说这会打起来了 对吧 而且台湾现在有几百万人 这个一百多万人在大陆经商 这个跟他们厉害也相关 认为这个移民以后 就不关心大陆的 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从我们自己在美国的经验来讲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有一些网友观察到一个现象 就是讲到这个富人用脚投票的这件事情 比方说很多人在中国大陆的一些 不管是富人或者说比较权贵阶级的人 常常是好像在口头上面是反美反帝国主义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 他们又要急着去美国移民 您是怎么看这样子的这种一个现象呢 我觉得倒不是用脚投票 其实富人有人是用脚投票 但有很多的其实不是 其实这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对中国的这种政治制度 心里不踏实 如果这个制度能够稳定 他们还是愿意这样对他们最有利的 实际上 所以认为他们到美国来移民 就是一种政治态度的表态 我觉得这个是不客观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网友的问题 他说美国会不会成为独裁官僚富豪的避风港呢 事实上也是这样了 但是美国有美国的计算 这个对不对头 对美国究竟有没有好处 现在真是不知道 美国现在有一些人正在 有一些政治家正在策划 就是给中国造三年的居住签证 他们想利用中国国内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 把很多钱吸引到美国来 改善美国的房地产的这样一个弱的格局 因为你真是比如说能够搞出个上百万人来 那对某些地区的房市还是会有很明显的作用 中美两国的命运是算在一起了 这个很难说 这一个回合里面究竟怎么样 这个我想这两个文化会有一个互相的改造吧 不是说美国就一定是就一定好 但是成为这个副官僚官商的 这个何必是贪官和这些人的避风港 这个对美国来讲也是个挑战 因为它会把一种腐朽的 一种腐败的 一种商业文化甚至政治文化 都带到美国来 历史上美国也有过这种问题 像意大利的这种黑手党的这些文化 在美国政治中间也都是扮演过角色的 但是美国的长处就是说 它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它能够生长出这种抗体来 好 我们来接听一下湖南王先生的电话 湖南王先生你好 你好 王先生请说 中国像刚才那个时候 美国第一个主义这个话话 听得不适合的 美国是资本主义 中国是社会主义 有钱的呢 从到现场就到大行事里去 大行事里的省和中央部级干部 省的干部就到外国去了 有的也到美国去了 有的也到法国去了 有的也到德国去了 这是有钱的 省讲 省讲不是省讲 那么没有钱的那个省讲 市讲的省讲和称讲就到大行事里去了 大行事大官都到了美国 到了法国去了 整个一句话来说 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 不管是美国中文号 一个国家就为民族作强 就是一个好官 就是一个好国家 如果一个民族暴政的话 这个国家还搞得很难 也谢谢你啊 好 谢谢您王先生 我们来接听一下云南张先生的电话 云南张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张先生请说 两位主持人嘉宾好 你好 我是一位退休教师 我想问三个问题 一个是中国现在是 我觉得有点外全中央的感觉 在美国它是在围堵 那如果中国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怎么就好好地堵得住呢 还有美国 我认为现在美国是 好像也把世界给搅乱了 你看这个阿拉伯世界 怎么阿拉伯人不团结 我觉得是个悲哀 好 好 谢谢您张先生 我们来接听一下河南张先生的电话 河南张先生你好 河南张先生请说 中国富豪 而且中国富豪这个问题 谈起了自己的出现的看法 所以在不同的角度 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说干到富豪 本身的角度上显得 还有那么多的财富 如果我们中国的 比如说财产的安全 主力的教育 还有家庭的人口 等于这方面如果跟美国差不多 可能又一位美国 那谁会去一位美国的 对吧 这要问你 好 谢谢 让我们社会 从普通公众的角度上看 就是说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怀疑 这份富豪这一部分财富 他的来历是否完全正当 好 谢谢您张先生 谢谢您的评论 我们来接听一下 天津张先生的电话 天津张先生你好 天津张先生请说 你好 这个中国富豪的出走 我觉得跟中国的共产主义理论 和共产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公有制 跟这个有密切的关系 也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失败 也是它公有制的失败 对吧 从我的小时候 他就给我们这些人 灌输这个什么共产主义啊 公有制 现在还提了以公有制为主 现在包括可能马上要开的十八大 也得再进一步宣传这个公有制 对吧 所有的这一切 对吧 这个共产主义也没实现 是社会主义也没有实现 现在等于把这个中国 现在造出了一大堆这个 这个公有制的 公有制这个富产品 好 好 也就是这个贪污腐败猖狂 好 谢谢您张先生 谢谢您的评论 罗小鹏先生 可不可以就请您这个 简单的评论一下 刚才这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 这个说法 您有什么看法 对 他们的感觉都是对的 就是说 中国确实自己 也号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执政的是共产党 但是现在又允许 就这么多的私人拥有 这么大的这个私人财产 而且这私人财产呢 有的很多来路也不明 也来路不正当 所以这个很自然 就是说 你到底会将来是这么什么情况 是吧 这个很自然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位网友的留言 他说 大部分的富人 只不过不愿意 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他们更倾向于 活在国内的特权地位 而又能够在时局变化时 轻松脱身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 中国诞生了很多 爱国华侨的原因 在国家遭遇天灾的时候 他们愿意积极地加以援助 但是他们往往更希望 拥有一个普通中国人 无法拥有的地位和避难所 这个是人之常情了 这人之常情 这个尤其是中国人呢 这个缺少这样一种 长期缺少一种公共的政治生活 所以他依附于权势 他更容易产生这样一种想法 这很自然 但是也在发生变化 我觉得这个 为什么我说是好事 刚才有人批评说 不一定是好事 他到国外去经历一番 他对西方的这种公共政治 公共道德 他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教育 那么还有就是有一种看法 就是在中国大陆有人觉得 这个富豪移民不道德 因为他们没有为这个先富 带后富共奔富裕路 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来做出应有的贡献 您是怎么看这样子的看法 您觉得中国大陆富人 有这样子的义务吗 其实这个主要还是共产党方面的问题 先富后富 这个跟富豪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当然他有很多是说 这个手段不好 不正常 这不正当 这个机会是 有些完全是用这个非法的 或者不道德的手段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 跟他们 主要问题不在他们 好那最后这30秒钟时间 我想问您一下 您觉得这些富豪呢 往这个美国 或者说其他国家移民 会不会引起中国资金 外流的这样子的问题 从现在起来 那个量是很小的 因为对 就相比政府掌握的资金来讲 那简直是太微不足道了 所以这个钱的问题 现在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最大的还是 社会文化心理的冲击 好 谢谢时事评论员 罗小鹏先生参加 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由于时间关系 很抱歉 无法接听所有听众 观众朋友的电话 希望参加节目讨论的朋友 请您明天提早打电话 各位朋友 如果您有什么建议 欢迎您通过脸书 Facebook的网站 和我联系 我的脸书网页是 www1.facebook1.com 斜线PeggyVOA 或者您也可以搜寻 张佩芝 工厂张佩服的佩 林芝的芝 在推特上 我的网址是 www1.twitter1.com 斜线PeggyVOA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之外 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 中文网站通过视频 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网址是www1.voa 中文字幕 樂地學習地道美語